请问您是第一次接触怡族乐琴这种乐器 还有怡族的这种传统音乐吗 从小朋友的口中唱出来我觉得还挺神奇的 那您第一次跟怡族的传统音乐人互动感觉怎么样呢 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而且我也特别乐意去了解到这样的文化这样的音乐 我特别希望之后在自己的音乐中能够加入这样的元素 而且跟大家一起来传承我们中华的传统的乐器也好 传统的音乐也好是我的荣幸 谢谢 就是你刚刚也提到其实你之前有去过那个凤凰古城 没错 就是说在接触这些民族音乐或者传统文化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谢谢 像我刚刚提到其实我有在凤凰古城当地看过他们的表演 然后也有就是穿过他们的衣服拍照这样子 然后会更多的去像那种古城里的那种小巷子里面 那些老店里面去玩一玩他们的乐器了解一下他们的音乐 其实会发现还挺不一样的而且非常的有当地的特色 我觉得是很好听的 甚至其实他们是非常的珍贵 而且说现在越来越稀少 所以我觉得其实也非常需要大家去了解去关心的这样的音乐 对 你刚刚也说就是上次其实还蛮遗憾没有和粉丝一起去 如果下次有时间的话会到我们那个遗族的村口去感受一下这种 一定一定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去 我很乐意 谢谢 好的 其实是说真正的好音乐都是说是无国界无界线的 然后在你来看你怎么理解真乐这两个这两个 我觉得真乐其实它就是无关国界无关年龄甚至无关语言 其实真正的好音乐其实都是发自内心的 然后都是抒发人类的喜怒哀乐人类的情感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形式的音乐都值得大家去关心去学习 我觉得其实在编曲上很多像这样我们中华的传统乐器 都是非常能够加在编曲里面能够增加非常多我们中国的特色 当然在旋律上也更加方便去写出一些属于我们中国特色的这样的旋律 对 谢谢 你平常的话有接触那个民族风格的音乐吗 然后觉得这一类的音乐是什么最打动的 其实从小啊我的外公他就弹奏十几种乐器 那像类似二胡啊琵琶呀葫芦丝甚至我的舅舅现在他是以教学葫芦丝为生的 是他的职业 所以从小也是受到很多这样的民族乐器的熏陶 甚至说像京剧啊我们这样传统的中国的音乐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而且感兴趣的 虽然说可能我现在唱的风格跟外公啊跟舅舅他们没有那么完全的一样 但是慢慢的今后我也会加入很多这样的元素到我自己的音乐来 那我还再问一下就是如果让你来创作一首篇民族风格的歌曲的话 你会最先想到什么旋律还是歌词啊那些之类的 我其实最先想到的其实是把乐器加入到编曲里面像我刚刚提到的 可能会让这首歌啊从一开始就能够让大家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氛围 我觉得很重要 谢谢 谢谢 想问一下空哥因为之前那个音乐之旅然后感觉很正能量嘛 然后iPhone也做了很多 然后想问一下你能为什么话给粉丝点个赞或给他们讲两句的 我觉得其实他们很多时候都做出一些非常有爱心 然后非常正能量积极的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他们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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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的 然后我觉得他们能够因为我知道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学习 所以他们能够抽出时间来去体验这样子的音乐体验体验这样子当地人的生活 我觉得是对他们来说和对传播这样的音乐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也特别的感谢他们我觉得是也满足了我自己想想的一个心愿 谢谢 好的那非常感谢空哥 谢谢 感谢大家的到来 辛苦了谢谢 这个也给我好了 辛苦 那就今天就到这里了 谢谢各位 谢谢